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靠近列治民OFO東奧場館的一塊27英畝土地 昨天成功以價錢3億元出售給一間華人經營的開發商 很有可能成為大溫哥華在2021年最大金額的地產交易 據報導相關交易在昨天7日下午3時完成 先前經歷過10個月的反覆衡量和商討曾經三度各自 最近連場暴雨後保險公司還需要作出最後評估 確保這塊位於河邊的土地不會受到水浸的威脅 這塊土地位於No.2 Road及River Road的角落 距離OFO體育館並不遠 買入這塊地的Celtic Development 打算將土地開發成一個工商住多用途的房產項目 其中包括6.4英畝亦即23%的綠化地 據介紹Celtic是一間由加拿大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總部設計溫哥華 董事總經理Rachel Lay聲言 會與列治民、市府以及公眾 就這塊土地的設計和開發保持合作 這間公司的董事長亦是華人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扣最高可達半價 聽力有問題快點來Landst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一談 溫哥華市議會通過了2022年的預算 當眾包括增加對溫哥華市警和消防局的撥款 以及增加6.35%的地稅 市議會昨晚通過了接近17.5億的營運預算 和6.834億的資本預算 其中一項包括每年耗資900萬 用來創建更多電動汽車充電器 改造建築物 並且改善整個城市的公共交通 單車和步行基礎設施 溫哥華市長金乃迪說 這份預算案對於公共安全和氣候是一次勝利 又形容對業主造成適度的開支增長 柏民業主大概每個月的稅金多了6元 獨立屋每個月多了14元 商業物業地稅每個月多了26元 溫哥華市議會還批准了更多資金用來預防無家可歸 道路清潔、圖書館、心理健康支持和濫藥危機 預算案的資本支出 還包括用於經濟適用房的1.347億 用於兒童保育的2680萬 用於可在新能源的1800萬 以及用於公園和開放空間的5430萬 另一方面 蘇里貿易局就評擊蘇里市府的預算案延遲發布 還未準備好接受公眾的審查 蘇里貿易局行政總監修伯曼說 現在已經是12月的第二週 蘇里市的預算案從來都未試過 這麼遲都未發表 他說 企業承擔著稅收的負擔 需要能夠提前計劃納稅 他又說 企業需要就預算案提供意見 這樣是他們作為納稅人的權利 他認為市府需要好好解釋 延遲發表裁證預算的原因 賓斯準備為免疫力脆弱的群體 打第四針加強劑 省首席醫療官亨利醫生表示 對於這個特定群體 在注射完第三針之後的6個月 可以注射第四針 而加強劑的注射 也會提前施行 這個星期尾到下星期初 65歲以上以及病理脆弱的群組 會收到邀請注射第三針 65歲以下將會在明年1月初開始 陸續收到邀請 賓斯衛生廳公布今天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本省新增379宗確診病例 累計22萬1,235人確診 省內目前仍然有2,874宗活躍個案 當中有224人住院 包括77人在深切治療報留意 省內今天新增6宗疫苗報告 累計死亡人數上升至2,369人 被視省內由85.8% 5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 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的新冠疫苗 82.1%已經接種了第二劑 總理杜魯多今天宣布 加拿大會跟隨美國 在外交上抵制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 兩日前 美國宣布不會派政府官員參加冬季奧運會 澳洲、新西蘭和英國也跟著宣布放效 杜魯多表示 加拿大亦對中國政府一再侵犯人權的行為極為關切 加拿大和很多其他國家選擇不派外交代表 參加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決定 相信中國不會感到意外 他說 多年來我們一直非常清楚 我們對侵犯人權行為的深切關注 這一次是我們表達對侵犯人權行為深切關注的延續 外交抵制意味著加拿大運動員 可以仍然參加比賽 但不會有政府官員出席 包括新任體育部長都不會去都奧 雖然近年來總理很少參加奧運會 但加拿大通常會派出多名政府代表 包括內閣部長和總督出席 例如去年夏天 就業部長就在東京奧運會上代表加拿大政府出席 中國否認侵犯人權的指控 並指責美國顛覆了體育運動的政治中立性 中國外交官猛烈抨擊美國和澳洲的決定 指責各國將奧運會作為棋子 而且多次補充說 是沒有人關心外交官是否參加冬季奧運會 加拿大奧運會和殘奧運會都發出聲明說 他們尊重政府的決定 他們說 加拿大奧運會和加拿大殘奧運會 仍然是關注中國的問題 但明白到奧運會將會創造一個重要平台 來引起世界人的注意 歷史表明 運動員抵制只會傷害運動員 而不會帶來有意義的改變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 現在明未對加拿大政府的決定作出任何反應 基於中國政府任意拘留外國公民的擔憂仍然存在 杜魯多表示 加拿大會盡一切努力 確保在北京比賽的加拿大運動員的安全 外交部長梅蘭尼·喬利說 加拿大王家騎警會致力於確保加拿大運動員的安全 加拿大駐華外交使團也會幫助確保運動員獲得所需的一切 反對黨保守黨黨領奧圖爾說 他支持外交抵制 但指責杜魯多在做出決定方面落後於加拿大的盟友 輝瑞首席科學主管兼總裁今天說 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 是會令到接種兩劑疫苗的人身體內抗體下降 但是加強針就可以令到抗體增加25倍 如果要對抗Omicron變種病毒 市民就需要打加強針 這是一個三針系列的接種 疫苗製造商BioNTech今天也作同樣表示 它說他們與輝瑞共同研發製造的疫苗 和加強針能夠在實驗室的測試中 綜合到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 如果有需要 藥廠可以在2022年 即是明年3月提供了 專門針對Omicron病毒的疫苗 說到底 就是叫大家記得快點去打第三針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混國華明天12月9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高有5度 晚上間中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2度 香港入境處副署長郭俊鋒 和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 向傳媒承認 曾經接受由恒大高層贈送 原價3388的禮物欄 兩人沒有申報 並說與那個高層屬於友好關係 沒有任何公務往來 沒有利益衝突 入境處在今天回應說 有關人員在12月5日 接駁傳媒查詢後 已經即時向入境處長匯報 表示兩人曾經在傳統置日 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 但雙方並沒有公務往來 物品價值也沒有超出相關規定 所以沒有申報 入境處正跟進事件 並強調一向很重視屬下人員的行為操守 如果發現有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的行為 廚方會依照相關法例、既定程序 作出嚴肅處理 而保安局長鄧炳強 今天出席員活動之後 被問到兩個入境處高官 接受由恒大高層贈送 原價3388的禮物欄 他就回應說 相關的官員已經解釋 入境處將會調查事件 等調查結果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再討論這件事 近日由機師沒有遵守閉環式管理規定 回香港後被揭發感染了變種病毒 令港府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最近有國泰的空中服務員和機師 在接受BBC中文網的訪問時就說 隔離措施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 由機師甚至準備取次 國泰在上個月17日起 實施新的內部隔離措施 當時指機組人員回到香港之後 頭三天最多可以外出兩小時 但有國泰空服員向BBC中文網展示內部指引 已經不見最多兩小時的說法 只是允許的必要活動 包括買食物、日用品、就醫或者買藥 接受強檢和上班執勤 已經有10年以上經驗 發名Grace的國泰空服員說 參加閉環式執勤的機組人員 雖然有隔離補貼 但模式是連續上班21天 接著隔離14天 持續失去自由 他並沒有參與公司的 志願閉環式執勤計劃 他說在疫情下下運行班早已大減 他已經減至每個月 只回一到兩班 但如果遇上要在外站流速的行班 他同樣要面對嚴格的酒店隔離 部隊也引述有郭泰基斯說 因為他的職業 對精神和個人生活所造成的衝擊 他們已經提出會在考慮申請壓力加 一個發名Clarke的郭泰基斯說 因為加利政策不合理 他坦然幾乎肯定等到春天就會辭職 準備取次 第一場多少分? 多少分? 我們還未問花姐 所以我們自己比自己 應該合格多些 還有進步空間的 我覺得 你覺得進步在哪裡? 因為昨天我們總彩的時候 都有很多意外發生了 所以延避了很多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今天下午才再試 所以都有一個少少未 有些未肯定的狀態 所以就希望明天我們下午 show之前 再試一次我們自己各自的小問題 希望明天有一個更加好的表演 今天Gumby也上了新高 Gumby Gumby 沒錯 我虧頭 這個是一個驚訝 是想用一種以往未試過的方式 特別一點 最主要是想看到大家驚訝的樣子 你看到沒有? 太黑見不到 回去看看 你唱幾首經典歌有沒有壓力? 有壓力 有壓力 因為其實那些歌真的 不是 就是你一邊唱好它 所以現在都真的要回去 快點看看playback 看看有沒有什麼改種的地方 很難投入啊 唱的事情 因為好像都不知道你出了肥 不會 不會 因為我真的上網 特意去了解其實每一首歌 背後的一些歷史 或者怎樣怎樣 所以都是一份責任來的 還有姜濤 是不是自己發表了29歲才有宣言 是不是 我 會不會太早 是吧 我記得那個是 很久之前說的 是比較久之前說的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又被人 但是 現在這麼快就沒有變了 現在這麼快就沒有變了? 上期之前 現在39 可能變25 不太早 不太早 不過 對 希望 所有東西都順順利利 這樣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